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用传统挪车器挪动不同场景的车辆 第一种停车场景 停放在车位的车辆 因为后面有阻车器 所以没办法使用 第二种停车场景 侧方位停放在路边或者花台的车辆 因为车轮空隙不够 也不能移动 第三种停车场景 斜坡停车 可以看到在有坡度的地面上 挪车器会溜坡 在这样的路段移车是很危险 挪车器挪车时还需要注意 第一种停车场景 停放在车位的车辆 挪车机器人可以选择从前右进入车底 可以挪车 第二种停车场景 侧方位停靠在路边或者花台的车辆 挪车机器人可以进入车底 可以挪车 第三种停车场景 几坡停车 小车启动后不溜坡 可以启动紧停功能 可以挪车 好 好 好